按钮,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回上一页之后的话 然后呢,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不断的back 然后它这个回不去,这个地方按下去 那我如果希望下一页,它可以再下一页 它可以再下一页,一直不断的下一页的话 那不就一直可以浏览吗 那第一个,要怎么样把这个下一页做出来 做法上面的话,我们上礼拜有做过按钮了 那做按钮的方法,但第一个 请你在这个最新消息的这个地方按个enter 不过enter之后,它边有个项目符号 请你把项目符号拿掉 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地方有个项目符号 一点有点怪怪的 那做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这颗mobile里面的按钮 从这边去加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边加感觉好像没有第二种方法 比较简单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这边打一个下一页 比如说我希望在这边多一个什么下一页 假设这个名称 我希望在这边打一个下一页 那名称如果你不喜欢用下一页 你可以自己再换个名称都没关系 然后第二个做什么呢 选取它 选取它之后的话 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资料 这个标签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data row里面 它可以变成一个什么 button button里面有没有button 所以我们还可以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资料标签检视器里面的data row 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标签 当然可以 不过在做标签之前 我建议你先做超连结 因为如果没有做超连结 后面还要再加一次 麻烦 干脆先加一个什么page 先打下一页 然后再打一个什么page 然后我要下一页是page2 所以你就把page2加上去 它这个时候有个下一页 当然现在是可以直接点选下一页 不过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可以让它怎么样 换就是这个地方换成一个按钮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选它第一步 data row改成什么 改成button 试一下 按钮 点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最新消息 下方 有没有 按钮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那颜色怎么改 猜应该猜得出来吧 应该是什么 data row的什么 data row的thing名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的那个 这个按钮的那个形式的话 改的话 应该是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个 data thing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改成什么 改成 蓝色的话 我印象中应该是点这个应该OK 点下去 有没有 马上就换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 Dreamweaver这个工具还蛮好 你用即时状态 这样子 就马上可以看得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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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好 再来的话 第一个就是这个颜色变更 再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加一个icon 比如这边最好一个箭头 向下的话 那有没有 那你想说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有个data icon 我们试一下 icon 有没有在这里面有一个按钮 有没有看到一个icon 有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 那我希望一个箭头 线头向下的话 那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箭头向下 点它一下看看 d的话就down OK 有没有看到 向下了 好 那再来 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这个按钮 感觉有点太大了 那我可以把它缩小一下下 不要这么大一个 其实你甚至其他 当然你自己再摸索一下 它有个叫做data inline 好像在inline inline这个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 它预设是整个变很大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改成chew的时候会怎么样 有没有 就是你制多少 它就自动把你调整到那么宽 它不会整个拉宽 不过这个效果 可能还你要再把它制装 我想大概 这个我想之后还会再讲到 所以这个可有可无 有没有data inline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一下 这个部分 做完我希望看到就是几个 第一个 字上面做超连结 再把它改成button 然后改成一个颜色 然后再来就是换个icon 然后这个可有可无 最后做完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说我今天像下一页 下一页 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今天的练习 那你又把它存档 确定没有问题 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把它压缩起来 传到哪里呢 传到那个我们的 7GIP 压缩成ZIP 再把它传到那个 有没有 PhoneGAP的网站 就 它到时候会给你下载 那下载那个AP 给它到时候你们就交 这一个跟那一个 两个就可以了 那变化题部分的话 也是一样 你也许叫做什么 102APP变化题 然后 不过中文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你干脆就是想一个 那个名称里面 不要有中文的 那 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再把它改变一下 那名称的话 我想自己取一下 把它转换成英文的名称 就可以了 里面不要有中文的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